现在就要进入我们四位之间的每一位带定演讲者的90秒钟的一个挺残酷的比赛阶段了 来我们有请刘洋 马维维 贾小新 王宏 90秒钟的即兴演讲是纯粹的考验 比前面那些选手的更激烈 因为四个人同时在一块时间又这么短 而且短兵相接 90秒不是让你来讲道理的 90秒就是要比表现力 来 关注一下公共话题是 2014年2月17日上午 深圳白岭两亚突然倒在地铁舌口线 水湾站C出口 七位路过市民无一失忆元首 是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 请惊奇 你是一名医生 在杂高峰省办的路上 看到有人晕倒了 经现场判断 你知道 必须迅速将这个人搬到方便施救的地方 但你一个人搬不动他 此时此刻 你要如何说服过路人伸出元首 每位前手将有90秒的作答时间 比赛开始 有请一号 王宏 首个出场 战地记者如何集中生死 现在这人都怎么了 病人晕倒了 没人服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肯定是这样认为的 我不认识他 我有急事需要去办 或者说 我不想惹这个麻烦 但是 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在这躺着的 是我们的亲人 你还会袖手旁观吗 我要给大家说 我 学过战场救护 二十多年前 为了救战友 而光荣出伤 可是这条伤疤 并没有换回那位战友的生命 可是今天呢 没有枪林弹月 你就需要伸出一把援助的手 就能挽回一条 鲜活的生命 你们说 如果你们遇到这个场合 你们会不会出手 相助 会不会 谢谢王宏 有请刘洋 一万妖魔的他 将如何面对这个严肃话题 各位请等一下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顾虑 我可以给你们两个承诺 第一 我会掏出我的手机 把所有的记录都拍下来 所有的事情我来 但如果他真的是我你们 我一个人来承担 第二 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 你们也许不想翻 是因为你们讨厌这个世界的丑恶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罐口是1810年发明的 而太罐气是1858年发明的 人类之中美好的事情 一定会晚来 千万不要让丑恶控制整个世界 你是否能想到 将来美好的白天 美丽的白云 漂亮的绿树 全都要留给下一代的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 如果丑恶控制了整个世界 我的下一代 还原来到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的话 我只想说 你开什么玩笑 开什么玩笑 来跟我 一起征修这个世界 好吗 三号 有请贾小新 独自面对与成人的较量 期待你的魅力战法 她是我妈妈 你们能不能帮我把她抬到那个地方去 那要不然 你打一下急救电话好吗 谢谢 你们难道连个电话都不能帮忙打吗 难道你们就宁愿相信我们是骗子 也不要帮忙救一下人吗 如果这里躺的是你们的母亲 你们的父亲 你们的孩子 难道你们就不救吗 我想知道 在你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 你没有去帮助别人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了 别人不会来救你 那是肯定不会的 我知道大家都是好人 我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许多不美好的因素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不美好的因素 而埋没了我们原本的善良 人之初性本善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是大家教给我们的一个道理 请大家帮一下我好吗 帮一下这个地球好不好 有请四号马威威 看国际片手如何假就登场 有些朋友不愿意 我非常理解 为什么 因为你们有可能被讹钱 有可能这条命 你们也会被讹上 太理解 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是没有义务 一定要做一个好人的 而且好人在这个社会 未必会有好报的 也许今天你救了他 你妈妈倒在地上的时候 未必会有陌生人愿意救他 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还希望大家做个好人呢 因为这能使我们度过 每一个心安的夜晚 每一个平静的早晨 很多人说好人没好报 可是成为好人本身 就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帮帮我 帮帮他 谢谢 王宏 我想想跟你听 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两个人讲得不错 一个是你 一个是贾小欣 谢谢老师 小欣你好的是因为你足够真实 你在五秒钟之内 已经迅速进入到情境了 这个很难很难 而且不是装出来的 我想跟王宏讲的事情是 当你把你的衣服撩起来的那一刻 已经足够震撼我了 今天你到底命运会如何 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告诉自己 要继续战斗下去 我说完了 金斌老师 四个人的表演都非常使我的动容 但是我觉得贾小欣的这个 尤其使我动容在什么地方 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小孩 所以我觉得贾小欣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我为你感到骄傲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要对薇薇说 你够真实 你胆子够大 你比我有勇气 而且你有观点 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谢谢你薇薇 让我能够认识你 谢谢你 接下来 每一位呢 对 每个人 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拉票 因为你们刺猬当中 只有一位晋级 我想说的是 乐嘉老师 我可能对我自个儿的 今天的表现 会让您失望 不会呢 我很注重过程 今天的结果 我只能 以老兵的名义 向你们敬礼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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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 我在这个战队里 认识了种种种种的朋友 我看到了他们的 无限的努力 他们在拼尽全力 争取把自己 所有的最好的东西 展现给各位 现在他们就在我的前方 我的朋友就在我的前方 等着我 他们有的人 已经被淘汰了 我的身上不仅有 我自己的梦想 我还有他们的梦想 我一定要留在 这个舞台上 我要带着我朋友们的梦想 在这个舞台之间站上 我觉得这个舞台 对我来说 很不一样 我不想离开这个舞台 因为我觉得 这个舞台 既需要听前辈讲话 也需要听 我们现在 我们的这种人讲话 虽然我知道 我们现在还很小 但是大家可以 通过我们的视角 换一种方式 来看待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可以带给大家 更不一样的感觉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觉得严江泽有两种 一种是热心肠 一种是冷头脑 我经常会怀疑一件事情 是不是 这个世界除了热心肠以外 也需要冷头脑呢 是不是 我们在 不停地用道德 去感动别人的时候 也要向别人说明 道德背后 是有一个道理存在 使我们成为道德的人 所以 我想用一句话 总结我的拉票 我心中有一个宝藏 它空无一物 它价值千金 不纠结了 现在要摆脱在座的各位了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谢谢你们 请选择 请不吝点赞 今天的失败 再次回到这个队里 我就特别珍惜 我挺享受在这个舞台上 比赛的过程的 在这个舞台上 他可以说自己 所有享受的话 把自己所有想表达的 全都表达出 刘洋 马薇薇 王虎 超级艺术家 感谢你们 再见 我是刘洋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星 一个会拿激情 去感染各位的一个小星星 也许月亮很美丽 但是在这个夜空中 星星也有自己的光彩 挺感谢超级艺术家的 他让我坚持 真的做 我姓马 叫马薇薇 世界上有两条路 一条铺满鲜花 一条铺满荆棘 我选择 男的那条走下去 这不是天性的傲慢 而是对命运的谦卑 生命 勾于一切 我叫老师 虽然我战败了 但是我没有偷懒 在你的指挥下 轰轰的陷阱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道别舞台 你们依然是演出路上的先锋战士